国民党部分区立委人选出炉 前15位安全名单 有一半以上都是新人 地区的平衡 还是族群的平衡 甚至这个关怀弱势 以及新旧传承 甚至专业服务方面呢 都会看出相当具有特色 也非常具有理想 名单里国民党跳脱派系 禁用弱势代表 而蒙执行长王玉敏 若并权益促进会秘书长杨玉兴 让外界耳目一新 这是一个很难得 而且很重要的机会 因为最重要就是 如何能够透过制度的改善 来帮助这些老弱病残者 获得更好的生存的条件 而立院常驻军 院长王金平依旧蝉联第一 还有现任立委洪秀柱潘维刚 专业学者则纳入税改学者曾巨威 海洋学者邱文彦 劳工学者吴玉仁和财经代表李贵明 另外军席立委陈正香 和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也确定出现 不过初选败下政的现任立委 朱凤之张显耀等人 则意外叠出名单外 如果说全部在初选中 未能胜出就纳入了这个部分区名单 那初选机制就荡然无存 那以后还有谁要参加初选呢 国民党部分区名单亮眼 外界传出是金浦聪一手操盘 公布现场更精健 台湾加油站副执行长罗志强现身 是不是代替金浦聪专程到场督军 留给外界无限的想象空间 国民党这次开出专业形象艰巨的名单 为了就选其奋力一搏 三天新闻综合报道